大家好,今日急转弯 第158题,为什么罗丹雕塑的作品《沉思者没有穿衣服》 第159题,什么东西破裂之后 即使最精密的仪器也找不到裂纹 第160题什么事情,只能用一只手去做 第161题,什么房子湿了火,却不见有人跑出来 第162题,家里又脏又乱 怎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弄干净 第163题,什么地方能出生入死 第164题再补匹垫,买不到什么布 第165题,什么东西不能用放大精放大 第166题,少女们的偶像 如果不幸因车祸而成了植物人 那么影迷们会怎样呢 第167题,既没有生孩子 养孩子也没有认干娘 还没有认领养子养女,就先当上了娘 请问这是什么人 第168题,阿里巴巴和四十大道的故事 是东方夜谭,还是西方夜谭 第169题,黑人和白人生下的婴儿 牙齿是什么颜色的 第170题,为什么老王家的马能吃掉老张家的香 第171题,为什么女人穿高跟鞋后 就代表她快结婚了 第172题,老高骑自行车骑了10公里 但周围的景物始终没有变化 第173题,6岁的小明 总是喜欢把家里的闹钟整坏 妈妈为什么总是让不会修理钟表的爸爸 代为修理 第174题,哪一种人最容易走极端 第175题,狼来了,菜以水果眠 第176题,为什么警察要寄白皮带 第177题,世界上最高的风叫什么风 第178题,一个圆有几个面 第179题,为什么结婚要请客吃饭 办丧事也要请客吃饭 第180题,怎样使用最简单的方法 10x加等于x等式成立 第181题,次字不难猜 孔子猜三天,请问是何字 第182题,什么时候4-3等于5 第183题,是为什么要脱皮 第184题,教室中为什么要有讲台 第185题,为什么冲天炮,受不到心血 第186题,此字不难猜,而且不分开 请问是何字 第187题,在餐厅中吃完饭 发现没带签,怎么办 第188题,选美大赛,菜以国家名 第189题,蓝色的笔能写出红字吗 第190题,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 第191题,一个挂钟敲6下,要30秒 敲12下,要几秒 第192题,请问中文有多少个字母 你动脑筋了吗,有答案吗 第193题,请问中文有多少个字母 第193题,请问中文有多少个字母 第193题,请问中文有多少个字母